刘若英婚后分居七年?这样的婚姻方式太特别! 刘若英是娱乐圈中为数不多有助前进清纯气质的艺人,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奶茶,2000年她的异曲后来唱出了很多人的心路,真正让她在内地红起来的是《粉红女郎》中的小平一角,再到后来的电影《天下无贼》,每个不同的角色她都演绎得恰到好处, 她在音乐、创作、演戏上夺期发展,是个娱乐圈公认的大餐女 有些人喜欢刘若英是因为她的歌声纯粹,能唱进心里去,而有些人喜欢刘若英是因为她敢爱敢恨的性格,对于刘若英当年和陈生的爱情人人皆知,在万人看来, 两人是很般配的,不过后来两人还是分手了。 一个情窦初开,一个以为人夫,虽然陈生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,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,但为了保护自己家庭,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,陈生还是选择了终止跟她的合作。 记得在一次个人演唱会上,刘若英当住观众的面问陈生,生哥,你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? 在东粉的起哄中,陈生只是伸出手拍了拍刘若英的头,这个动作看似亲密,但其实已经表达了陈生对她只能有师徒情谊。 后来听说刘若英出了新书和专辑《我敢在你怀里孤独》,这是在秀爱情还是说身在曹银欣在汉呢? 自拍中有一段专门描述她与先生的婚后生活。 我们两个一起出门,去不同的影院看不同的电影。 一起回家之后,进了家门,一个向左一个向右,我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和书房,但厨房和餐厅是共用的。 也就是说这对已经结婚七年的夫妻,不在一张床上睡觉,只是在一张桌上吃饭。 给大家推荐一个超好的小说公众号不凡阅读想看的这里都有。